现在这个入门程序都改完了 咱们以后如果想用的话 直接JDBC得到连接 你也不用管它是怎么连接的了 当然你连不同的数据库 你肯定得改一改不同的数据库名 这里边其实给大家多说一下下 在看文档的时候 有一句话才是这么写的 怎么写呢 其实就是这个驱动 咱们可以不用注册 就这行可以不用写的 先看效果 假如我不写了 我不写 然后我现在运行 大家认为能报错吗 我先加一个 QIQ 然后16岁 刷新一下 搞定 然后我们读一读 看一下能不能拿到数据 右键 右键 是不是可以啊 没问题 说老师 你这怎么驱动都没注册呢 你这不就直接上来就连数据库了 这驱动没注册呀 我们是不是一上来就连数据库了 我也不懂得为什么 但是我发现了有一句话是文档这么说的 哪里呢 Driver manager这么说的 升上来 他说哪里呢 他说application no longer need to 执行加载这个classful name 他说你可以不用去使用这个classful name 去注册你的驱动了 你肯不用了 他说什么呢 JDB4之后 他已经帮我们去自动连接了 如果感兴趣的时候 就去读一读他的原代码就行了 我早前有读过一点点 现在就不带着你们读了 就是这个连接方法 get connection里面 再来这个 往下的时候 这里边有一个教授 你看这里边拿classful的 稍微读一下就行了 再往下 有一句话 这里边都抛一场了 在这里边有一个叫connect 还是哪一个地方 上面这些都不是 他在这里边自己去连了我们的东西了 应该是在这儿得到的一个connection对象 就这个地方吧 这里边没找到他实现了 就是这一段代码里边 他已经帮我们自己注册了 有些人可能担心说 老师那你注册的是哪个驱动呀 你并没有写这个驱动的名字 刚才这儿已经说了一句话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在你的这个mita的 就JBBC driver 这个4.0 JBBC 4.0版本 咱们现在用的不是4.0版本 咱们用的是5.0的版本 比这4.0还要高了 所以他说在四点几的之后 大家把这个展开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有个叫mita info 再展开 就这个地方 service里面这个地方 就有这句话 就有这句话 他其实就来读这里边了 然后得到的是要访问mita info的驱动 他在里面自己帮我们注册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 你其实可以不用写这个号代码 但是以前的程序呢 他也说了 他说以前的程序如果写了也没什么关系 他说如果以前的存在的程序 如果已经加载了这个 那你可以继续工作 不用修改 没问题 在这儿呢 就给大家读书 这么一下下就好了 当然了 你写也行 不写也行 什么 假包 嗯 假包自带的呀 你都不用改啊 诶 你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程序 既连mysicle的数据过 又连orical的数据过什么 是 哪个 orical的架包肯定带的是orical的字符串 对不对啊 除非你这里边既有mysicle的架 又有orical的架 他肯定就不知道用的是谁了 明白不明白啊 如果你说哎我这里面既有有十个架 那不用管了 你就把这一行写上 你不用担心了 五百五百 不就是一行败买的事吗 好了 这是给大家说的这个 get them